7点50早晨 我早上4点钟就醒来 我感觉有地方 对,我是2点钟醒来的 所以我们现在要出发去哪里 去Golden 我们目的地是Golden 但是我们要先去一个酒庄拍摄 是之前联系过的 然后路上要最终到Golden 要开4个半小时 所以我们要早一点 好,走 就这个是吧 就我们今天的行程是拜访这个酒厂 我们来的时候 其实还不知道这个酒厂原来历史这么深厚 然后就是周小姐,对吧 对,我姓周 然后跟我说 这个酒厂其实算是加拿大 做第一个气泡酒的 对,是加拿大第一个做气泡酒的酒厂 而且的话呢 我们这个酒厂也是 基本上在BC省 是最大的一个有机的葡萄酒庄 对 它这个有机是因为它原材料 在种植的时候是 在种植的过程中 还有在这个葡萄酒制作过程中 都没有加任何的化学成分 那今天是有点不臭巧说 因为没有人在工作 是休假日 今天是维多利亚日 长周末 但是就是还是您可以加个班 带我们下去看看说那个 对,我们可以走下去看一下生产线 然后我们可以去看看金字塔 然后我不知道您对这个葡萄的 这个葡萄藤什么的会不会很感兴趣 我们可以去看一下 好,好 那现在就您带我们去吧 对 走进去可能会比较黑 因为还没有上班现在 那平时的话 如果是有工人上班的话 会有多少人在这边呢 这边到了夏天的时候 有100多人 但是到了冬天的时候 可能也就 30个 20-30个 是包括宅庄 就是采摘的人 是整个酒厂的员工 对,非常季节性 这是我们卖酒的地方 这是我们一个酒店 为什么会这个季节差异 造成就是人的这个差异这么大 哪一块的人会 因为卡罗纳的话呢 它是一个非常季节性的一个小镇 它夏天的时候呢 因为这个是水果之乡 有很多水果 像樱桃呀 苹果呀 桃子 然后我们就是到了冬天的时候 那基本上整个小镇就安静了 就没有任何人 外来人非常的多 基本上夏天的时候 人口可能就会加倍这样子 那人口加倍的话 就是这边的人手 就是可能包括就是卖酒的呀 或者什么这一方面的人都会增加 很多从阿尔伯塔温哥华 过来度假 然后顺便也打工什么的 但是就是也确实是有这样的需求 然后就会提供这样的 暂时期的职位 夏天的话非常忙 因为其实整个酒厂 一年12个月下来的话 我们也就是靠大概 三四个月来赚钱 基本上五月底开始 六月七月八月九月 然后十月份基本上就已经安静下来 六七八九 也就是说进入到那个要夏天的时候 这个是大家喝的多是吧 倒不是这样 到气候跟气候有关系 对气候很好 然后加上樱桃的成熟 然后很多人来摘樱桃 然后很多人来就是去这个湖边 那我们的欧卡拉根 lake非常大嘛 很多人来这边是去湖边喜欢游泳呀 就是在沙滩上面晒太阳什么的 那就是说像这个 您说的这个季节 还跟其他的那种葡萄酒厂不大一样 因为是包括这个地方 它是有这个景区的优势 然后樱桃啊这样一起 所以带动了这个酒的销售 欧卡拉根这个地方的话 是加拿大的果园之乡 就是整个加拿大吃到的苹果 都是我们这个地方摘种的 我看那个那个湖边 是不是还有一个那个苹果的那个 对你去到哪里 其实都可以看到苹果 梨 然后桃子 这就是 水果之乡 没错 对 非常有代表性 那这个地方的话呢 就是我们生产酒的车间了 那这边这个机器的话呢 就是平时我们用来装 就是贴商标 然后还有装瓶的 包装的最后的 对 平时的话 因为有人在的话 就可以去 你就会看到瓶子 一瓶一瓶的走过去 然后装了瓶以后 装酒精去 就会打上木塞 然后就会贴上商标 然后就会走到那边 走到那边以后 就会有我们人工再拿下来 一瓶一瓶的装相 那这个里面还有灯吗 这个里面的灯的话 我还不知道在哪里开 因为这个光线 可能会有点暗 我看到这个地方有那个木塞 就是现在这个酒还是采用的是这种木塞的那种方式 没有用拧盖 没有用拧盖 因为我们老板就是觉得用木塞是最好的 就是还是传统的 传统欧洲的一种方式 那他是哪里人 我们老板是美国人 从纽约来的犹太人 他就坚持觉得还是要用木塞 对 因为他这个人其实说实话就比较很靠近大自然 你像他做的有机 然后就是很爱护大自然的这么样一个人 就他的概念当中 他觉得应该是用这个东西是最合适的 没错 这是最原始的 好 那您带我们继续看一下 对 那我往这边走 好 那其实你沿路可以看到很多这个酿酒的酒桶 那我们这边这个的话呢就比较特别了 可以说 我不知道可不可以说是加拿大唯一一家 但是我知道在我们省的话呢 可以说是唯一一家有这样子的木桶 这个木的话呢是法国的橡木 然后这个木头从法国就是引进回 就不说引进回来就是拉回来了以后呢 我们专门在意大利请了两个专家 然后过来把这个桶呢 因为他拿回来的时候是一条一条的木头 对 一条一条的木头 然后呢我们请了两个意大利人过来 然后把这个木桶装起来 因为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技术的 就是他有可能那个密封什么的可能不好 就导致那个口味有差 没错 对 所以他像这个铁 还有所有的这个工程怎么样去装起来 它很特别 所以还有那边你看这个出酒的酒口什么的 还有压力控制 它都要很完整的很完善的就把它装起来 对 然后下面的话呢一定要通风 所以一定要起这样的水泥台 把它架起来 然后就把它垫高了 没错 就是我是不是可以理解 因为我之前有接触过其他的酒厂 他们也会强调说要用这样子的桶 感觉上是说如果有品质要求高一点 或者口味要求高一点 一定要用到这样的香味桶 是一定要经过橡木桶 因为平时你看的话最原始的话可能是大概那样子 就是小的橡木桶 但是那样子的话呢 酿出来的酒呢就比较局限就比较少 哦 产量会 产量会比较少 像这样子的话呢就是木桶大 然后怎么说呢就是说如果我们说想用这样的桶去做很高档的红酒的话呢就不一定做得出来 但是的话呢它是属于中等中上 哦 这个这个是做的是那个气泡酒还是红酒 红酒 就是红酒 红酒 白酒的话除了霞多利这款葡萄 大部分的红酒基本上都是需要放橡木桶 那我们这边的话呢不是法国橡木桶就是那个美国的橡木桶 哦 用到这两款比较多一些 就确实是说要用到这两个原产地的呢 然后出来的那个口味风味才会不一样 对 红酒的话呢像法国橡木桶呢给的更多的是一股香草的味道 还有就是黄油很香的味道 那美国橡木桶的话呢给出来的可能会是有更多皮革味 然后就是有点辣辣的味道就是不同的像胡椒的味道 然后黑巧克力的味道 哦 所以就是要根据你想那个出来的东西 那气泡酒会需要吗 气泡酒的话是不需要的 气泡酒会比较特别 那我带你过来看这边气泡酒 因为气泡酒它整个制作的过程 其实气泡酒就是香槟 但是我们不能叫香槟 因为不是香槟的这个产区嘛 哦 所以我们叫气泡酒 这个我以前从来都不知道 这个你可以跟我们科普一下 那气泡酒的话呢 在北美或者甚至是在西班牙 所有用传统香槟方法做出来的酒呢 都不能叫做香槟酒 哦 因为香槟的话呢 它是一个产区在法国嘛 所以凡是从香槟出来的气泡酒 才能叫香槟酒 哦 明白了 对 但是的话呢 气泡酒的话呢 它只是一种就是 因为它有泡泡 然后它的这个制作过程 我们就叫气泡酒 那气泡酒怎么做呢 气泡酒的话呢 是一般先用白葡萄酒 或者是这样玫瑰红的酒呢 先把它酿出来 大概一般的话可能是 四到六个星期 就可以用葡萄汁 然后加酵母 然后就酿出来了 这是第一道工序 酿出来了以后呢 我们需要用特别的瓶子 那其实你大概可以看到 它这样子的这个气泡酒 所用的瓶子呢 它的底非常的厚 哦 是 因为它所承受的压力非常的大 什么叫承受的压力呢 因为这个其实已经是 第二次的发酵了 香槟酒和气泡酒 是一定要经过第二次发酵 那我们把第一 就是刚开始我说的 第一道工序 酿好的酒 装到这样子的厚瓶子里面去 然后呢装进去以后 我们需要放这个酵母进去 让酵母进去吃糖 然后释放这个酒精 然后因为它在这个 释放酒精的过程中 它也会产生这个二氧化氮 嗯 然后它就会起泡泡 起泡泡以后它的压 就是那个压力出不来 嗯 因为它是封住的 嗯 封住以后出不来呢 所以的话呢 我们就是整个工序 就会比较特别了 特别的地方就是什么 你大概可以看到 所有的瓶子都是倒着的 哦 对 都是倒着的 因为我们想要把那个酵母呢 死掉的酵母 把它沉积在最下面 嗯 在瓶口的位置 没错 在瓶口的位置 沉积在最下面 那你可以看到 现在的话呢 这些瓶子还是有像 啤酒盖 嗯 用啤酒盖装着 嗯 那我们到时候 在气泡酒完成之前 我们会把它装到一个机器 我带你来看一下 好 要把瓶子的这个地方 就是死掉的酵母 冻起来 嗯 让它结冰 因为我们这个酵母的话 如果在瓶子里面晃 它会就会混掉嘛 嗯 就那个通透度会受理不上 没错 所以的话呢 我们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东西 那里面 这个它不给开 现在 你打开了以后 里面它是有一种液体 其实可能也是一种 不知道是化学的还是什么东西 像干冰一样 然后你把它放进去大概十分钟 十分钟以后呢 它瓶子大概这么一块地方 就会结成一个小冰坨 哦 然后结成小冰坨以后 它拿出来 拿出来 然后放在这个地方 然后它这个机器呢 嗯 就会把那个盖子把它撬开 撬开那个压力的话呢 就会冲出来 哦 那个压力非常的大 基本上是 汽车的轮胎的压力这么大 哦 真的啊 对很大 所以的话 就是 所以为什么人家说你在开香槟酒的时候 千万不要用酒瓶这样对着人的脸 是 因为它 冲出来之后 对 虽然它的压力在就是我们成品的时候 已经出来了一部分 嗯 但是的话呢 其实里面还是有压力 那像我们刚才说的 把这个死掉的酵母打出来了以后呢 我们就会来到这一边 嗯 然后它这个机器的话呢 我们会放一个就是特殊的一种混合酒 一般的话是由我们的酿酒师来选择 然后它跟这个我们的这个香槟里面的香槟酒 是有点又不一样 嗯 那因为那个里面的香槟酒的话呢 非常的干 嗯 所以它需要加点比较甜的酒进去 哦 就是适合在北美北美洲的这个人的口味 哦 它就会就是会调和一下那个口味 没错 因为在法国的话呢 法国人就喜欢非常非常口味非常干的香槟酒 嗯 但是在北美的话呢 人的口味可能相对来说会喜欢偏甜一点的 嗯 所以也不说很甜 但是我们会放一点点进去把它中和一下 嗯 那这个呃就是叫做秘密的武器吧 秘密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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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就会打进去 因为当时你的压力喷出来的时候 不仅把你的那个干冰块喷出来 就是死掉的酵母喷出来 是 它会喷出来一部分的酒 然后就把它混合进去 对 所以有的时候你可以再注意一下 在香槟有机 就是有机会去法国香槟的时候 你买这个香槟酒 嗯 它其实有一些香槟酒的话呢 它不是满瓶的 嗯 因为它不会加任何东西进去 哦 它就是这个压力冲出来的时候 有多少没有了 它就没有 瓶子就装剩下的 没错 所以呢 其实你在买香槟的时候 我不知道你们之前 以前有没有喝过香槟酒 它会有一个那个锡箔纸 包在瓶口的地方 对 最原始的时候 这个锡箔纸的话呢 就是为了遮挡锁 就是没有的酒 它不想让你感觉 就是你买的时候是 是半瓶 它想希望你是买的是一瓶 但是实际上你把这个锡箔纸 一拉开的话 其实你买到的只是大半瓶的酒 哦 难怪 对 最原始的时候 香槟酒上面的锡箔纸 是这个用错 我之前还想说 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用 我还以为说 这个是比较偏向 好像女性去吃 所以有装饰这种亮亮的感觉 不是的 最原始的时候 很多人其实都不知道 它是用来挡 就是 已经没有的那一部分 没错 没错 这个挺有意思的 那就我们兑进去了以后的话呢 就会拿到这边来 拿到这边的话呢 这个机器呢 就会把瓶子放在这里 然后就是 这边是打木塞 哦 对 因为香槟酒的木塞 它不一样 它非常的大 非常的大 它就是这样比较长 嗯 它也不是说比较长 它的话呢 比较粗 因为你打进去的话呢 等一下我们上去开一瓶香槟酒 你大概就可以 大概给你告诉你是什么 什么样的木塞了 嗯 然后打完木塞以后呢 来到这边 它会放一个这样子的 小铁 小铁架 你可以看到 哦 对 对 因为打进去 因为这个木塞打进去以后的话呢 这个酒 它这个 因为里面有气泡嘛 所以它还是有很大的压力在里面 所以它需要用这样子的一个小铁架 把它就是 安全的把这个木塞 保持在原味 哦 我是看到所有的香槟酒 好像都会有一个这个 一定是需要的 因为它不安全 因为其实当时在 就是等下我们上去开 香槟酒的话 我可以示范给你看 就是在扭这个铁条 扭开的时候呢 你要用你的大拇指 一定要摁住最上面 对 因为有的时候意外的话 它真的是会喷出来 哦 对 那装完这个铁架了以后 它就会放在这个地方 然后这个酒呢 就会到这边来贴这个商标 哦 这个也是贴商标的 是贴商标的 嗯 对 整个流程走过来 就是在贴商标了 然后这个的话呢 就是它一压下来 就是把锡箔纸压上去 对 那它整个的说 一次发酵 二次发酵 到做完 它的那个周期 大概是需要多长时间 香槟酒的话呢 最最短也要就是 在瓶子里面发酵12个月 12个月 就是要一年的时间才行 没错 那一瓶香槟酒 其实这个过程 还蛮漫长的 是这样子的 是这样子的 是个时间的那种内心 对 所以香槟的话 都比较贵嘛 是的 其实也是因为它的生产周期 非常的长 哦 难怪了 就感觉好像会比葡萄酒 贵于背后的两倍一样 嗯 其实红酒的话 就是很高档的红酒 很贵的红酒 一般它的 就是酿照的周期也比较长 因为它在木桶里面 待的时间比较久 因为像我们的红酒的话 基本最少的话 在木桶待的时间 可能要18个月以上 那有的时候 会是24个月 或者甚至是36个月 就是因为它比较高档的 它可能就要在 像木桶的时间久 没错 因为像我们酿酒师 酿的一些红酒 有的时候它会先在 美国的橡木桶里面待一段时间 嗯 然后的话呢 它会把这个酒 再腾到法国的橡木桶里面去 哦 去控制那个口味和香气 没错 再待一段时间 对 那它香槟酒的原料 其实也都还是以葡萄的 那个为基础的 都是葡萄 但是香槟酒 所需要用到的葡萄的话呢 又有一些不一样 香槟酒用到的葡萄呢 需要更早一点摘 哦 就熟度不能那么熟 不能这么熟 对 那它的口感就是会 没有那么甜吗 没错 所以它就很干嘛 所以像北美的话 我们就会加这个酒进去 对 让它甜一点 但是在法国 像我刚才告诉你 他们喜欢比较干的 对 口味比较干的 嗯 这些是 这些都是配件 都是一些就是可能器材配件 就是会要替换到的 嗯 那大概的制作的 就是这么一个区域 对 这边还有一个小实验室 因为有的时候 在这个酒 它需要平衡啊 需要过滤啊 然后这个里面 它应该是锁着的 它一般是锁着 对 它里面是个小实验室 这些里面冰箱的话 放有酵母 像这个的话呢 就是那样酒的酵母 它需要冰箱 这些可能是实验 就是用到的 那些不同的味道 对 因为有的时候 它们会混合 这个酒跟那个酒混在一起 嗯 我之前看过 那个有些介绍是说 它这个瓶子 不同的形状的容器 它是有讲究的 没错 瓶子的话呢 其实像这个 叫做Burgundy 就是 其实也是根据 法国的这个区域来定的 是的 因为你知道在像 黑皮诺 Pinot Noir 还有就是Cheronet 它都是Burgundy出来的 所以用到的 都是这样的瓶子 哦 那这个的话呢 就是叫做Bordeaux 就是法国的Bordeaux区域 那红酒的话呢 一般像 侠多利啊 刺侠猪啊 不是侠多利 刺侠猪 就是Cabernet Seven Young Cabernet Frank Melo 梅乐 品力珠 都是从这个Bordeaux 这个地方出来的 哦 所以就是在你们选择瓶子的时候 是根据它本身这个品种的原产店 来选择 没错 我们就是 怎么说呢 也就是Folo 就是根据这个欧洲的这个传统 嗯 我们来就是根据它来这样 但是 不是每个酒厂都会这样做 了解 因为其实在北美很多酒厂 像Hipinot Pinot Noir 它就不会装在这样的Burgundy的 这个酒瓶里面 它会装在Bordeaux的瓶子里面 就是其实也没有 就是在制作上 其实已经没有那么多讲究了 只是说遵循 是否遵循这个传统来做的 对 因为可能一开始的时候 是不是说它瓶底的那个 呃 往里凹的程度 可能根据这个酒的沉淀物啊 什么的可能会有不同 嗯 往里凹的话呢 其实也只是一个压力 嗯 你像比方说 像这样子的瓶子呢 它底不是很深的 嗯 对 你在看这样子的话呢 这一瓶 它也都还OK 不是很深 但是如果我们拿一瓶香槟酒的瓶子出来的话 它就特别深 它非常的厚 非常的深 因为它承受的压力非常的大 像我们之前在制作这个香槟的过程 还有装瓶的过程中的话 就是 一直像80年代到90年代的时候 我们一直有在试验 嗯 也是试用了非常多不同的这个玻璃瓶 嗯 那有很多就是压力承受不了的话 它整个瓶子会碎掉 哦 那你开的时候整个手就会 会受烧 没错 嗯 那您刚才好像还有提到说 那个香槟有那种玫瑰的什么 嗯 玫瑰颜色 它所谓 因为其实我们叫做Rose 嗯 就是中国人的话呢 就会说这个是玫瑰酒 对 那很多人就会误以为 你是不是有加玫瑰花 对 我一直会有这种误会 其实不是这样 因为其实我们也是完全附 就是怎么说呢 就是 因为中国人有的时候 所以我们在讲解的时候就是玫瑰酒 但实际上我们不叫玫瑰酒 我们叫Rose Rose的话呢 其实它是粉红色的意思 那 那说的这个怎么拼呢 就是Rose 哦 就是玫瑰的意思 对 Rose Rose的话是法语嘛 所以的话呢 它就是所谓的玫瑰红就是从一个词语 哦 明白了 它只是指它的颜色 只是指它的颜色 它Rose的话呢 一般它是用红葡萄 就是紫色的葡萄 嗯 然后压出来了以后呢 它只会让这个葡萄皮 嗯 在里面待的时间比较久 一般可能就72个小时 哦 它就把颜色就有渗透到液体当中 对 因为颜色的话都是从葡萄皮里面出来的 嗯 那你知道葡萄 白葡萄酒跟红葡萄酒的区别 就最重要的区别就是 白葡萄酒是去皮去籽 发酱酱 嗯 那红葡萄酒的话呢 是要带着葡萄皮跟葡萄籽 一起发酱酱 我一直有一个误区 我以为那个白葡萄酒 是白色的那个葡萄的品种 其实也是 嗯 也是 但是的话呢 因为葡萄皮跟葡萄籽 它比较酸涩一些 嗯 所以像喝白葡萄酒的时候 我们想要得到更多的是 它的水果的味道 啊 还有就花香的味道 嗯 所以我们就会去皮去籽 嗯 然后红葡萄的话呢 其实就是想喝那个酸 就是也不是说酸就是 很色的那个味道 嗯 那丹宁还有就是 为什么说葡萄酒 非常有营养 就是因为它的葡萄皮里面的丹宁 还有葡萄皮里面的 这个色素 所以从那个营养说的话 您这样的意思是 红葡萄酒应该是 比白葡萄酒更色一籽 没错 但是如果女孩子 不太习惯那个色的口感的话 可以先选择白葡萄酒入门 对 其实很多女士会更喜欢气泡酒 对对对 对 因为觉得有点像饮料 就喝的比较好喝 没错 像 怎么说呢 就是在世界上面统计的话 其实买香槟酒最多的是女士 嗯 对 我感觉香槟酒 就会觉得好像是一个很女士的酒 很 就好像觉得说 男生可能不大会选择这个酒一样